你一起來看一下 你有看過007嗎 當然有 我覺得最經典 對我來說最經典應該是 皮爾斯 布洛斯南跟Daniel Craig 對 然後其實007這部電影 真是太經典 深植人形 真的 而正飾演第三代的羅傑摩爾 最近身體不舒服 然後就病逝了 我們一起來緬懷他一下 你購買還是購買 購買 購物 過程永遠的詹姆士龐德的 英國演員羅傑摩爾 在台灣時間23號病逝 享受89歲 讓影迷十分震驚 因為他扮演詹姆士龐德的身影 深植人心 羅傑摩爾在1973年 接下007系列電影 雖然他當時已經46歲 是前三任詹姆士龐德的 是龐德演員中 年紀最大的一位 不過英俊挺拔的形象 讓他一演就是12年 他拍了7部007電影 是目前演過最多部的演員 其中票房最好的 莫過於1979年的太空城 全球賣破2億1000多萬美金 但羅傑摩爾曾經坦言 自己從沒想過 會取代第一代詹姆士龐德 史恩康納來的位置 你早上知道嗎 很美麗 我的數字在上 史恩康納來的1966年 宣稱不再接拍007電影 因為對於角色感到厭倦 這才讓羅傑摩爾 有機會接觸動作電影 但其實當年的他 早就有知名度 羅傑摩爾曾經 曾經飾演過英國電視劇的主角 譚希敏 幽默風趣形象讓他一炮而紅 接著又靠動作電影007成為動作巨星 並且在2003年獲得女王冊封為英國爵士 光是靠著詹姆士龐德就賺金大把鈔票和知名度 在晚年接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山大使的職位 積極投入慈善公益 讓他不只在電影裡是英雄 現實生活中也靠著自己的力量幫助弱勢 體育別信用正好報道